大家好 今天是4月2日星期二 欢迎收听《今日综述》 我们首先看一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知名黄金珠宝企业包括央企中国黄金 国企山东黄金 在北京多家门店关闭 投资者寄存在店内的黄金无法赎回 预计累计损失超过4亿元人民币 中国目前有5地将关停金融交易所 深圳买卖黄金超2万元需实名登记 以证实消息真实 中国为什么要求买卖黄金要实名登记 针对这个问题 希望之声记者4月2日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龙 中国黄金交易问题出来有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网路上的诈骗 可能诈骗集团拿黄金的交易来洗钱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官方一些贪腐的钱 可能用人头账户去买黄金 暂时存放在黄金 这样的情况可能会用到很多的人头户 所以他现在要求你买黄金的时候不但实名登记 你付款的银行账号跟身份证都要一致 而且去银行窗口洽办业务的人拍照对比要一致 胡嘉龙进一步解释了多家黄金门店关闭的原因 问题在于说原来做黄金交易的那些店面 为什么会黄金不见了或者说被掏空资产 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黄金涨破2000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错 涨破2100的时候因为以前非常少见这样的价位 所以估计有些人可能就拿客户的黄金去做空去换空 把它先卖了 结果现在行情涨过2200美金 黄金还在涨 等于是出现搭空的行情 那他们补货补不回来 因为他等于先卖以后再价钱低了再买回来 他就有赚头 结果继续涨了 涨到2200美元以上了 于是他们就假款潜逃 就变成一种犯罪行为 吴嘉龙认为黄金作为储备资产非常安全 现在出问题的是消费者交易用的那些黄金的店面 并不是所谓的正规交易所 现在中国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必须有更多的一些黄金储备 因为现在中国在减少美元的储备 整个外费储备还是要够 所以他应该是减少美元的仓位 然后换成黄金作为外费储备资产 还是货币花型资产 官方的黄金没有必要去减少 所以你要去偷这些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 还是要去把它掏空变卖 估计可能性也不大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非真拍响的敲放报道 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智集团宣布破产 是中国金融危机深入的标志 中共的处理手法最近被曝光 分析认为这给所有的中国人敲响了警钟 中智集团在1月份宣布负债640亿美元 资不抵债申请破产清算 中共警方3月份宣布 对中智高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并且正在追回赃款 随后通过网络传出的消息说 当局开始大规模的追缴中智系员工的公司 凡是中智四大 恒天财富、大唐财富、新湖财富、高盛财富 这四家公司在职和离职的员工 只要是定容产品链条的 不仅是销售 连人力资源、财务、运营在内的内勤都算上 都要往前追缴5年 几乎只有保洁和看门大爷不用追缴 有人写道 接到追缴短信的中智人哭晕在厕所里 据说有人打工3年赚了200万 现在要退还160万 要卖房卖车了 辛辛苦苦打工赚来的收入 原来是非法的 要么退款 要么承担法律责任 一位微博用户写道 中植系爆雷 数万投资人损失惨重 结果追缴资金的铁拳 砸到了大批基层理财师头上 我认识的一个离职三年的理财师 也收到了退赃通知 他喊冤说 大部分的佣金当初为了拼业绩 都返还给了客户 自己没落下啥 这种理财公司所有的猫腻 都是高管们搞的 底下理财师就是个销售 只是在一个国家发牌承认的金融机构干活 何罪之有呢 中植系前后数万名理财师 如果大家都不退款 你还能都抓进去吗 也有人发文分析说 追缴工资 后台支持港的普通小员工 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 自己身边就有这样几个朋友 在中植四大之一的后台做支持 工资不高 也从来没有买过定容产品 但是因为比较信任公司 买了10万的公司股权激励 现在这个朋友说 快被逼上绝路了 公司爆雷之后 就被裁员失业 至今大半年都找不到工作 公司一分钱裁员补助都没有给 生活在一线城市 孩子 房贷等巨大的家庭开支 已经让他焦头烂额 朋友说 目前是靠消费贷款暂时维持着 在追缴工资 他一家还怎么活呢 网上就有人评论说 以后在金融行业找工作 要格外的慎重了 自媒体小翠财经评论说 哪怕你几年前就已经从中植离职了 也会收到短信 追缴工资 甚至有人说 只要曾经在四大干过的 不限任职年限都会收到短信 而且追缴金额不等 最高可能上亿 先有银行 证券业 这些金融机构被追缴工资 现在发展到财部管理公司 接下来除了金融相关行业之外 是不是各个行业都有被追缴工资的风险呢 不要以为自己不会买理财产品 中植系追缴工资这件事情就跟自己没关系 这坑的就是普通人 而且这以后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 只要你是打工人就都会有风险 自己所在的公司如果破产倒闭 会不会被倒查十几年呢 会不会要求员工甚至前员工把发到手已经花掉的工资吐出来呢 靠打劫百姓来维持政权稳定是中共的传统 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 北京的倒查财富已经从最初对付官场打击政敌 逐步的扩展到倒查富豪 现在干脆用来对付普通百姓 网民议论说 你以为钱包里的钱就是自己的啦 太天真 韭菜天天拼命赚钱 全给了房贷车贷不算 剩下几个钢蹦子都留不住 3月31号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在6年前 一位住在中国的美国高管 准备前往旧金山进行一次商务旅行 但在到达上海浦东机场时 却被告知不许离开中国 从那以后 这位美国高管就一直被困在了中国 这是中共法院使用的一种法律手段 让许多外国的高管被困在中国 而且一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准离开 这位高管曾担任一家欧洲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 2016年 公司总部停止向上海的分公司汇款 导致上海分公司无法支付月薪 这名高管就试图从中国国内筹集资金 但以失败告终 在去年一系列的公司遭到了中共当局的突击搜查 和员工居留事件之后 吓跑了许多的高管 同时引发了外商对在华经商风险的严重质疑 但当局并没有试图解决其中最大的一个风险 就是这些高管们有可能无法获准离开 中共多年来一直在使用这个出境禁令 涉及到高级的银行家、律师和企业主的案件 也备受瞩目 华尔街日报对包含几百份的文件的 在线法律数据库进行了搜索 结果发现有37起外国公民被禁止出境的案例 律师们说 实际的数字要高得多 学者们发现了150多个案例 这些法院数据库中的案例 包括因为欠款或者债务失败而被困在中国的美国人 还有一个案例是 因为股权问题和德国合伙业主发生争执的台湾餐馆老板 被禁止离开中国 还有因为签一名员工7000美元的伊朗商人 在几个月内无法离开中国 加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商业法与公共政策教授沃尔德森表示 在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纠纷当中 出境禁令改变了力量平衡 使一方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哈里斯表示 中方使用出境禁令 已经成为了美国外交官头疼的问题 也加剧了美中之间的长期争端 香港一连四天的复活节廉价在4月1号结束 前三天累计超过百万人次离港外游 连同长假开始前一天 共有204万港人离境 如果按照平均外游两天来计算 这些人至少带走了8.2亿港元的消费额 香港本地餐厅业大受打击 估计过去一个月已经有200多间餐饮店关门 连旅游旺区西贡也人言稀少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餐厅老板抱怨说 过去放长假香港都习惯外出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北上 随时随地都可以北上消费 有多间酒楼、餐厅、大排档 在3月31号关门 连土瓜湾有40年历史的戈登堡餐厅 也没有生意可做 店主决定不再许租 老板娘黄小姐对自由亚洲说 晚上8点多已经没什么生意了 好劲 现在好多人叫外卖 很难做下去 没有办法的环境破程 黄小姐呼吁香港人尽量少一点北上 打工、生活都要靠香港 港人应该尽量留港消费自救 传统旅游旺区西贡也不再热闹 在西贡经营了23年餐厅的一位老板说 生意大减一半比疫情时还差 有三分之一的熟客移民走了 剩下的人消费模式改变 但是最大的影响还是港人北上 西贡市中心去年起陆续的有店铺关门 至今已经有约30个铺面空置 相信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生意及业主家租 四天复活节长假期间 经陆路口岸北上的港人达到了151.1万人次 但来港的访客却只有43万人左右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佳和估计 过去一个月全港有200至300间饮食店关店 情况会持续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中国大型的电商平台近年来在海外快速的发展 像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 时尚品牌西音 以及拼多多的国际版特募等等 都企图以廉价和快速供应链霸展欧洲市场 目前已经引起了欧洲的高度警惕 并已经采取行动着手展开调查 中国大型的电商平台被指控 利用欧洲不完善的海关和税收制度来规避关税 而他们所卖的这些商品 也因为各种问题经常遭到消费者的投诉 欧盟今年2月份正式生效的欧盟数位服务法 就是针对每个月的活跃用户超过4500万人的电商 像是全球速卖通和TikTok等超大型的网络平台做出的规范 美国之音报道说 凡是平台的内容审核 投诉机制 广告 或者是推荐算法的透明度 不符合数位服务法的规定 当局就有权征收高达年度的销售额6%的罚款 或者禁止重犯者进入欧洲市场 欧盟委员会上个月中发布公告表示 正在根据数位服务法 对全球速卖通展开调查 内容涵盖了多个方面 包括服务条款执行不利 网站上没有全面禁止售卖假药 以及没有阻止未成年人接触色情资讯等等 近半年来 欧盟已经根据同一个法例 立案调查了三间企业 除了全球速卖通之外 还有社交平台 除此之外 中国电商平台透过邮寄 进入欧洲市场的包裹价值很难估算 存在着税务漏洞 欧盟监管部门打算取消邮寄包裹 150欧元以下免关税的规定 奥地利商会及消费者组织 则呼吁欧盟 正视中国电商大量廉价产品的涌入 他们的包裹和大量废弃品 对环保造成负担 报道还指出 个别欧洲国家已经启动有关 永续发展和供应链等方面的立法程序 确保进入欧洲市场的产品 符合环保标准 产品的生产过程 也不能涉及强迫劳动 而法国国民议会在3月份就投票通过了全球首个 限制快时尚产业发展的法案 措施包括禁止廉价防制品的广告 对廉价产品额外征收环保税等等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热传一段视频 是非洲工人持枪向参与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 中共央企 中建五局讨薪成功的消息 令网络炸锅 首先是在大陆的一个社交平台上 一名认证为国家机械制造工程师 国家高级正工师的网民老马实录爆料说 在中建五局的某个非洲工程 据说是几内亚马西铁路酒标断项目 因为拖欠非洲工人的工资 被当地的工人拿着枪讨薪 被用枪指着头威胁 结果下的中建五局的人乖乖就范 还清了拖欠的工资 不少海外的平台上的网友 也转发了图文说 中建五局在非洲拖欠工人工资 于是当地人手持AK-47突击步枪去讨薪 吓得他们当天就给发了工资 老马实录在文中说 非洲工人好样的 敢维护自己的工资 用枪指头 办法虽然简单粗暴 但是管用啊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活干不好你可以扣钱 拖欠工资那可不行 老马实录还说 非洲工人用枪给他们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课 大陆媒体对上述的消息也做了报道 但还进行辟谣 引起了网络的炸锅 相关的报道很快就被下架 有参加中共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的工程师披露 一带一路项目拖欠工资很普遍 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农民工被欠薪很严重 据说曾经发生农民工占领老窝中领馆的事件 在中老铁路的工程建设期间 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 于是起来抗议 把公司的项目部都给占领了 还闹到了当地的中领馆去 把位于老窝郎伯拉邦的中领馆都占领了 令中共高层震怒 有网友评论说 中共其实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 在外面就是暗地里阴邪使坏 被发现和被追究时 就立刻认怂了 跪地求饶拿钱买脸面 近日 《纽约邮报》有一条非常惊人醒目的标题 在中国共产党玩完了 报道中说 中共曾经有过一段好日子 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 当6500万套房屋 也就是空置房占全国房屋总数的五分之一 并且房地产价格暴跌到2018年的水平的时候 你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当中共官方青年失业率达到两位数 而财政部报告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6%的时候 你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报道中提到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倾尽了一生的积蓄 买了一套他们永远住不进去的高档公寓 因为建筑商破产了 大楼只剩下一个空壳 当中共官方青年失业率达到两位数 而财政部报告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6%的时候 你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文章中说 鉴于中国共产党一贯统计数据造假 真实的数字一定会更加的糟糕 最后呢 当资本和人民都在撤离的时候 你知道中共已经结束了 仅仅2023年就有5000亿美元逃离了中国 而失血仍然在继续 再看看美墨边境的外国人 就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想要逃出来 仅2023年一年就有37000名的中国非法移民 这还不包括未知的逃亡者 当然呢 这里肯定会有间谍和破坏分子 文章中还提到 为什么中国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 除了外部原因 最大的因素呢 就是习近平政策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伤害 习近平没有开放而是更加的专制 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后不久 他向高级领导人发表了一次秘密的讲话 预言资本主义最终灭亡 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习近平再次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经验 将中国人民推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走向灭亡 习近平一开始向中国的财富创造者保证 人们可以自由经济 只要财富为党的利益服务就可以 然后他派出了政府的人来监视每一个人 每个企业 每个有钱人 这还不够 最后干脆直接抢夺富人的财富 为党服务 受到习近平对私营企业日益增长敌意的影响 各级政府官员开始逮捕 监禁 处决 甚至自杀数百名中国亿万富翁和首席执行官 中国女富豪惠特尼段 在2017年在北京的公寓被公安抓走 至今再没有出现过 在贪婪的共产党官员的心目当中 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好的办法 一直就是消灭资本家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习近平只是在做所有共产党人 他们都会掌握权力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就是扼杀经济以及杀人害命 报道中说 在习近平的指挥下 中国现在正在回归毛泽东专制手腕 当习近平决定制造暴政 比生产商品更为重要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崩溃就会随之而来 纽约亲共中文媒体的资深媒体人赵伟 3月30号向大学院透露 乔报的总经理亲口告诉他说 他是中共从中国直接派到美国这边来的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表示 乔报在美国本土鼓吹共产党 应该把他们赶走 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接力建则表示 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 严查乔报以及各种中共潜伏在美国 为中共做代理人之事的这些组织 一经发现就让他们关门 把他们驱逐出境 据胡福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 美国中文电视、乔报和美国时报 都属于美国亚洲文化传媒公司 而这三家公司都是中共国务院 乔务办公室在20世纪90年代初 所成立的公司 据了解 乔报自1999年7月20号之后 江泽民政府公开镇压法轮功以来 已经连续刊登了300多篇 诽谤法轮功团体名誉的文章 它的内容是和大陆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类似报道如出一辙 星岛日报则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的9月20号 全版刊登了题为 激进宗教鼓吹毁灭世界的巨幅照片 照片上还把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照片 和另外一些教派的组织与坍塌前的世贸大楼放在一起 法轮功学员表示 这是蓄意将911事件与法轮功相联系 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污蔑和诽谤 故意引导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2003年的1月份 67名纽约法轮功学员 状告乔报和星岛日报名誉毁损一案开庭 乔报方面说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但是法轮功代表律师指出 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是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 否则就不会有诽谤罪的存在 两报所刊登的 毁损法轮功名誉的文章 是对法轮功整体上的诋毁 受害者不仅仅是作为证人的 76名纽约法轮功学员 而是波及到所有的法轮功团体的成员 这种肆意的诽谤 造成他们名誉受损 在家庭和社会中承受压力 甚至失去工作等等 整个的辩论过程 历史近80分钟 最终僑报和《星岛日报》 都是以败诉收场 除此之外 僑报与中共一起迫害新疆人权 一起摧毁香港民主自由 一起打压台湾等等 目前僑报的主任 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兼任 陈闯创律师说 僑报不仅仅是中共的外交媒体 还涉及作为中共的特务机构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美国政府应该更加严格的监管这些媒体 特别是涉及到中共代理人 资金来源以及用户信息的情况 多谢您收听这次的今日综述 再见 declar笨报 辅6 辅7 辅6 辅6 辅7 辅9